攻擊擾臺加劇 速度親門踏戶 擾我航空識別區還大言不殘嗆瞎 24號直呼臺灣是領空 囂張行為扭曲成巡視領土 但這回嗆瞎的對象是美軍 雙方在臺海上空互不相讓 雙方距離近 美軍至少七次廣播驅離 要求對方保持安全距離 並依照國際法飛行航線 共軍則不甘示弱 甚至轉換語言以英文接連開槍 中美軍機在臺海上空 時間點就在24號下午約4點19分 航機圖清楚看到 美國海軍P-8A反潛機 從臺海海峽中線由南而北 畫出航機圖 左下角斜到機型 以及飛行高度27500尺 雙方在空中擬來我往的過程中 美國海軍P-8A反潛機 也特別開啟航空識別器 清楚畫出的海峽中線 同時宣示維護臺海決心 根據了解至少七度驅離 雙方在空中對峙20分鐘 美中軍機在臺海上空驚險對峙 雙方一度緊張 美軍廣播更是罕見公開 時間點就在中國宣稱 臺灣海峽飛國際水域後 美中臺角力看似進入深水區 美軍祭出護臺實際行為 國防部則強調透過聯合情 堅爭密切關注臺海動態 三立新聞 林凱鈞 文宣 特別報導